许多人常常会有着疑问 线上音乐平台的音质会比CD还要好吗 听Spotify是不是就与好音质无缘了 若是买了高胆价的数位串流播放器 回到家跟自己的系统搭配却觉得不合适 那又要怎么办呢 但是透过手机或是平板轻松点歌 又能比CD听到更多类型的好音乐 英国厂牌AudioLab听到了大家的心声 在去年所发表的6000N Play入门传流机 一发表后便获得各大杂志的满分好评 到底是什么魔力 让专业的编辑们占不绝口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 机器的外观 6000N的正面非常的简洁 6个预设按钮 可以透过长按储存固定播放的网路电台 大部分的机能 其实都是用手机或是平板的APP来操作 机器的背面 一组类比输出 可以直接接到扩大机 光纤及同轴数位输出孔位各一 方便日后升级器材 6000N一样可以将最原始的音乐讯号 送给后端的高阶器材处理 12V Trigger 联动接孔 可以透过3.5mm的音源线 连接其他具有12V Trigger 功能的机器 来做到开关机联动 USB Type-B 的接孔 是专门用来与自家 6000A扩达机搭配控制音量 旁边的USB Type-A孔 则是手动更新韧体时才需使用 机器可以用RJ45网路线 也可以使用无线Wi-Fi连接 6000N支援了2.4G与5G双频段 使用者可以依居家网路强度自由选择 接着来到了机器的操作APP DTS PlayFi 进入画面后 所有的音乐平台便会列在眼前 包含KKBOX Spotify Tidal网路电台 另外也支援了NAS 与手机里的音乐直接播放 基本上DTS PlayFi 不是市场众多APP里最花俏的 但是基本该有的功能都有 也支援多房间播放 APP也非常的稳定 音质的部分是这台的精华所在 虽然解码晶片使用的仅是ESS家的9018K2M晶片 但是经过AudioLab的调教 让各大杂志编辑们赞赏不绝 点评其音色优势主要是在这个家为代 有着极好的细节与平衡自然的音色 英国Watt Hi-Fi杂志更是把6000N列入了年度推荐清单里面 1万多块的价格 让想入门尝试数位串流的朋友们 不用再担心器材费用所需要的高门槛 如果您已经是Spotify及Tidal的使用者 但是却是使用蓝牙播放 那可以试试使用6000N 立刻能感受到音色的差别 享受便利的好音乐 还在等什么呢